來,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你看 涼拌海鮮,它很鮮 那這是 那個牛雜湯 牛雜湯 其實在一般的泰國店就買得到齁 一般的那個牛肉麵店 牛肉麵店也有這種牛雜湯 很多人喜歡吃啦齁 這個 很特殊的叫涼拌木瓜 涼拌木瓜 那 這個是 等一下的白飯齁 來,我們 試吃給大家看齁,試吃 其實真的 真的很豐富齁,就是在 一般的泰國店你就可以買得到了齁 所以我一直講說 其實你到泰國店 勇敢一點 比較勇敢的齁,你就問齁 你們這裡有什麼好料的 要怎麼點,要怎麼點 有什麼好料的齁 請那個老闆娘還是老闆跟你講 齁 然後稍微看一下菜單 因為有些菜單它是用那個 泰語學的齁 我們根本看不懂,台灣人看不懂 那個泰國字啦齁 甚至 上一次去那個越南店齁 越南店它的整個店的店名 也是用越南語學的齁 我們也是看不懂,但是我們只要會點菜就好了齁 因為它裡面也有很多這個 這個 好吃的料理齁 我們可以稍微問一下啦 問一下老闆,問一下老闆娘 因為他們在台灣這麼久都會講 國語齁 有些人可以講台語齁 菜單三 大家 大家都很清楚那個菜單 怎麼去跟你們介紹 這樣子齁 然後齁 每個店齁都有這個 每個店都有這個白飯 白飯 這樣一盒二十塊 然後買了三盒 那個 白飯齁 台灣人很喜歡去 買那個菜 然後買白飯 他是分開買的 分開買 這樣 他那個菜大家說多吃 不是自己一個餐盒 就是說便當這樣齁 很多台灣人他不去買 正式的便當齁 因為便當時都菜都包好了齁 他不是他去買 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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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菜 這樣齁 買四五項 然後去包一些飯齁 像這樣包一些飯齁 就拿一些白飯齁 齁 那大家 有白飯吃 然後 就配這個菜齁 這樣子齁 台灣很多人喜歡這樣子叫菜齁齁 除了是自己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 真的吃不了那麼多 啊所以 他就怎麼辦 就一個便當齁 就一個便當 裡面要什麼菜 就是夾便當菜自己吃這樣子齁 那我們 是真的介紹給大家說 泰國店他裡面到底有什麼 越南店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們來點 來點 然後實際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好好的來 試吃看看 試吃看看 那這飲料的話 其實 我都喝綠茶啦齁 綠茶 對 綠茶 比較好齁 然後那個是小時候大餅齁 來 啊 現在我們來試吃 我們來試吃 白飯 對 白飯 試吃啦 現在拿那個 白飯齁 這個白飯 白飯 然後我們先來吃齁 這個 涼拌海鮮 涼拌海鮮 我跟各位講他的涼拌真的很好吃 因為泰國人最 拿手就是涼拌 但是如果 他有一樣叫做魚的話 那個魚 它倒碎之後 也是用涼拌 那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真的煮熟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味場不好的話 你要去跟 有到泰國去的話 去拼那個 涼拌的魚 它就打碎 然後裡面 也是用涼拌的方式 加了很多的那個醬料 如果味場不好 我不希望大家去拼那個魚啦 好像是生的 還是半熟的 這樣子齁 還是這個 涼拌海鮮跟涼拌木瓜 你倒是可以去試齁 涼拌木瓜 其實很好吃 泰國人真的齁 做涼拌是一流的 它很喜歡 寶寶 台灣做菜 就是那種 川菜跟台菜齁 很差 你跟它點 它就線炒 那是台灣人最喜歡的一種方式 那以前在線炒店 很多的啤酒 很多的酒類 現在已經 沒有人敢在那邊喝了 你一喝的話,出來就是9萬 最少1萬5起跳,一直到9萬 所以喝酒的話,喝酒在外面喝酒,要開車騎車 真的不行,這個講了很多事 所以現在現草店有的是什麼?飲料而已 綠茶啦,那個橘子汁啦 那個砂石啦 就是這些飲料,甚至那個火鍋店 也只是飲料冰淇淋而已,其他也沒有啦,都沒有酒啦 現在不能用酒,用酒的話 真的 被抓到,真的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重 真的好吃啦,來這個 牛肉 我一般去吃,那個牛肉是用炒的,他都切小塊的 這個是叫牛塊,牛奶之類的 就切很大塊啦 牛肉 但是你那個牛肉湯裡面的 他也丟那個牛肉塊進去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涼拌木瓜 他不貴 涼拌木瓜他不貴 我買那個 三盒白飯,一個涼拌海鮮,一個涼拌木瓜,還有一個牛奶湯 應該 應該講是牛雜湯啦 他裡面就牛奶很多,牛雜湯就對了 這樣子是三百 四十塊 五百塊,找一百六十塊 三百四十塊,其實他也沒有很貴啦 如果沒這麼貴 這個涼拌海鮮喔 我建議大家,你看這個 家人這麼大 我建議大家有空可以去泰國店點這個涼拌海鮮,還是那個 越南店喔 可以點這個涼拌海鮮,他們都有 一百多塊,兩百多塊 就很大塊 魚這麼大,你看 牛魚這麼大 真的,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啦 再吃一口涼拌海鮮,那個木瓜,涼拌木瓜 好,很大喔 很大一碗喔 很大一碗 很大一碗 海鮮也蠻大的喔 這個牛爪湯 你看這個 海鮮這麼大塊 你看 海鮮這麼大塊 然後買了這個一盒 一盒兩盒 那這個飯三盒 包括這個木瓜 海鮮 牛爪 三百四十塊 三百四十塊 五百塊牛爪 三百四十塊 有空去泰國店 大家可以去點 不限哪一個泰國店 我相信每個泰國店裡面都有這些 很好吃的那個料理 那我們是在哪裡呢 我們是在福興工業區附近買的 福興工業區附近買的 福興工業區附近也有好多家泰國店 各位看一下 好 節目到這邊要跟大家說拜拜了 啊有空自己去 那個泰國店或是越南店去 點這個好吃的料理 那 台灣呢 台灣就是現炒店 現炒店也可以去叫啦 也可以去點 好 他是 現炒 然後可以點那個炒飯炒麵 點白飯 點現炒的菜類 湯類 都可以 是台灣台式的 所以各個 吃法都不一樣 還是 有的直接放棄去點這些 就直接去買便當也可以 就那個自助餐店便當店自己去點菜 然後直接買便當也可以 都是方法 反正要吃什麼自己去想 好 今天節目到這邊謝謝 我們下回見 拜拜